一百零九學年度 第二學期 高級中等以下的學校 我們會延後四天 到二月二十二日來開學 國內確實包含校園 在整個防疫的物資有關 口罩 額紋腔 酒精等的部分 目前在各方面的準備是比較充足 那因為有去年的這些經驗 防疫的一些規範 跟一些配套也比較完備 但是因為今年一百零九學年度 第二學期 他是在連續七天 連續假 春節假期之後 只中間間隔了一天 二月十八號 依照原來預定的時間 就要來正式的開學 那麼為了能夠來確保新學期 學生返回校園上課前 能夠在校園的環境衛生 還有相關防疫的作業 能夠更加的完備 所以 尤其希望學生在回到校園前 能夠全面的環境清潔還有消毒 那麼教育部也整個做了這方面的評估 那麼對於各級學校 還有相關的教育機構 那麼會有以下這樣的一些措施 就是來能夠確保學生 在新學期回到校園後 可以能夠確保在健康各方面的維護 那麼首先是一百零九學年度 第二學期 高級中等以下的學校 我們會延後四天 到二月二十二日來開學 那麼這樣的學期 也會到七月二號是最後的上課日 那病童來進行休業式 七月三號暑假才開始 那麼大專校院也會從二月二十二號 含這個以後來陸續的開學 我想這部分是針對高中跟大專校院 高中以下跟大專校院開學的這個相對的時間 那麼另外針對 我們有一些相關的這個機構 學習單位像勒嶺大學 社區大學這些中生學習的機構 也會在二月二十二號以後來開學跟上課 那麼公立幼兒園 就會比照高中以下的這些學校 延後到二月二十二日來開學 那麼私立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補習班 及課後照顧中心 因為這一些機構 事實上在寒假的這個期間 他們持續的都有在進行上課 因此來維持正常的運作 並加強防疫的措施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會以這樣的方式 來做這個後面的這些在防疫上的要求 在這個階段因為延後的開學 那麼屬於幾個大型的考試 我想在這邊也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技專的統測 是原定五月一號二號 國中會考是預定五月十六十七 那這樣的整體評估考試的日程不改變 那麼考試的範圍會因為配合 這個上課的時間 這樣的一個改變 範圍會做配合的調整 那大學的指考 原定考試的時間是七月一號二號三號 那因為一號二號 這些設考場的學校還在上課中 所以考試的日程會延會為七月三號四號五號 那因為所有的學期課程都已結束 所以考試的範圍不會改變 那這第二學期當中 還有很多學校個別辦理的大學的入學推增 以及研究所碩士博士班的入學考試 但是這部分就依照原來學校的相關規範 來進行如常的舉行 如果需要照顧十二歲以下的學童 或是國中高中五專的前三年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子女 家長當中一人 可以來請防疫照顧假 延長寒假的這個期間 那麼也會可能有家長有照顧 學童的這個需求 所以在延後開學的這個期間 也就是二月十八號到二月二十一號 這個期間 如果需要照顧十二歲以下的學童 或是國中高中五專的前三年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的子女 家長當中一人 可以來請防疫照顧假 我想這個也是依旋 去年在防疫上面 也考量到家長照顧學童的這個需求 那這部分人事總處跟 勞動部也會以這樣的方式 來給各個相關的機關企業等等的 來做這方面的依循 呢 好 沒有 不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